来看一下在这个文档里面有一张图 就是这样的一张图还是围绕着我们刚才所给大家讲的 首先是实例 实例下面是放的表空间 那一个表空间呢可以对多个用户 就是比方说我们新建的一个熊安新区 熊安新区里面是可以有多个用户的 每个用户的它是可以去创建自己的表 放在表空间里面 然后这个表空间下面放的就是dbf文件 dbf文件就是怎么会叫 什么文件 database file 对吧 dbfile 数据文件 这里面大家需要知道 然后呢 数据文件里面存放的直接都是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表 这些东西讲完之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实况的用户和HR用户 实况的用户这里面的表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表 这实况的用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Oracle测试的一个用户 这四张表基本上它可以把收购里面所有的差距 以下才都可以去做一遍练习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几个什么表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部门表 dbd 表 这个是什么图像 dbd number d name location 部门所处的一个位置 还有一个是enp表 enp number 员工的编号 ename 员工姓名 job 员工的职位 工作 mgr 这个员工他经理的一个ID high data 什么图像 翻译一下 就顺便学习一下这个英文对吧 入职时间吧 雇佣日期 sell sal celary 它的一个节写 工资 comment 奖金 dbd number 是一个部门编号吧 那这两代表是一个等别的一个关系 一对多的关系吧 这边是一部门的编号 对应的这边是不是一个YT啊 好 这个是这两代表 还有一个是工资的等级 这个工资等级里面看一下 等 grader 等级 low salary 最低工资 high salary 最高工资 这里面一个范围对应的一个等级 比方说最低工资700 最高工资是1200 那他对应的一个等级就是一级 好 就相信我们后面做一期的时候可以 看一下这两个表例都有什么不项 还有一个ponus 奖金 员工的名字 职位 工资 奖金 这是专门有一张奖金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hr表下面都有一些什么东西啊 我们从哪里开始看的 我们从这个 这什么东西啊 regions 这什么意思啊 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没有名单啊 这个名单啊 这个 大家是用内网工还是用 内网工是吧 啊 这个 用什么 好我们直接来 上 下个课再找同学回答问题 regions regions 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区域的意思啊 比方说亚太区 北美区 欧美区 有一个region ID region的名字 北美区一个名字 这个能不能理解 然后 在这个区域里面 是不是对应的很多个国家 比方说亚太区 对应的多元类型国家 比方说中国 日本 韩国 对吧 Country Country ID Country的名字 它所属的一个区域的一个ID 还有location 这个location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部门 它所属的一个位置了 location location ID street address street address 街道的地址吧 poster code code 这群人家 右边 city city 城市吧 state province 城市吧 省份 country ID 属于哪个国家 然后在 DPD department 部门表 Jobs 还有这个员工表 员工表里面 这些资料 还有职位啊 这些东西大家都去看